Hallou,大家好,我是James 马六甲州选的成绩,当然出炉了 可以看到这一次国阵就狂胜 他们拿下了超过三分二的这个议席 所以他们国阵自己可以组成州政府 他就不需要跟国门来一个合作 那么当然狂胜,那么其他的两派西门 跟这个国门当然就狂输 特别是阿玛华,这次也是有两个席位的一个胜出 所以从这一次国阵狂胜 或许可以带给我们一些讯息 就是人民厌倦的政治青蛙 之前就是因为马六甲有青蛙 造成他原有的政府就倒台 然后西门这一次收留那个政治青蛙 当然受到很多人的一个批评 果然这次曾记出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那些青蛙应该是输了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然后再来一个讯息就是回教党也是输到完 也说明了人民也是拒绝回教党的这个回教法 然后一个很重要的我觉得就是 因为之前西门做政府的时候 manifesto竞选的这些承诺 因为到最后都很多是不能够实现了 然后甚至连老马也说了一句话 竞选的承诺不是圣经 他讲了这一句话 所以我觉得人民可能就对西门比较反感 那么这一次就 或许他们要尝试让国阵来做 来评价他们的表现 然后几年后再来做一个决定 要不要继续的支持 很多人就说马六甲的周选 或许是个风向标 或来临的全国大选 当然沙拉越在下个月12月 也是会来一个周选的 那时候结合两个周选的讯息 如果万一国阵在沙拉越 当然不是国阵 就是沙拉越有自己的GPS 也是亲国阵的 如果他们也狂胜的话 那么极有可能全国大选会提早的到来 这是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当然股民最关心的 就是国阵回马六甲之后 市场股市有什么反应 明天我们能够看到一些反应 会不会起一些还是这样子 但是疫情方面 今天是当日确诊有跌一些 今天是4854个人 走马来西亚疫情 当然最近是有点紧张 因为很多专家都说 或许12月会迎来新一波的疫情 所以远格遵守SOP 我觉得我们不能放松 必须要实时的警惕自己 因为外国全球方面 特别是欧洲那边 现在是非常非常的严重 欧洲那边 现在很多国家都要重新拿出 这个封锁的种种的措施了 然后你可以看到欧洲那些国家 那边的人民就示威 他们示威抗议 因为他们 他们不大喜欢那边政府的决策 因为欧洲政府 当然也是鼓励民众接种疫苗的 但是那边 当然有一小部分 反疫苗的团体 他们就当然示威抗议 然后一些人民也抗议 即将推出的一些封锁的措施 欧洲下个月 12月份到2月 这个冬季也是快要到来了 很多专家其实都在警告 说或许欧洲会迎来一个 Tsunami 一个疫情的海啸 今天全球确诊是增加456956人 全球死亡今天增加7417个人 好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 一家非常小型的公司 做一个非常非常简单跟简短的分享 因为他在QR这个季报里面也非常的brief 也没有交代太多的事情 所以这家公司是Annum Berhad 他的code是Annum 这家公司 前天当然大事起了 然后他的业绩也算是不错 前天他也起了一个3.7% 说在99分 你看回去年7月份 他的股价只有14.5分 因为这短短一年多的时间 他的股价从14.5分 飙到前天99分 飙了一个583% 接近6倍了 这种疯狂的涨幅 这种涨幅 其他公司可能你要等个12年 把它竟然短短一年多 做到了非常不错 所以他的市值Market Cap 7400万 非常非常小的一家公司 不过NTA一块两毛九 还是高过于他的股价 然后公司Net Cash 手上的钱358万 最新业绩18号刚刚出炉 YOY连续进步4个季度了 因为YOY的收入其实爆增 所以他去年亏钱了 来到今年转亏为盈 赚了一个2797万 主要是因为Other Income 突然间爆增了 YOY爆增非常非常多 可是他记报里面Other Income 他没有放一个NOT 做一个比较详细的说明 这个我是觉得比较可惜 照理讲他的Other Income 爆起那么多 其实他应该做更多的解释 针对这一点 不过就比较可惜就没有 OK 那么好 Annum这家公司 其实他在今年2月份 刚刚改名 他之前的名字叫做Simon Holdings 然后他现在改成Annum Berhad So他的业务啊 其实他是做 他是生产Plywood的 生产这个单板 焦合板的一些产品 也是有做Construction 做建筑 然后也有卖一些建筑的一些材料 这些是他主要的一个业务 好我们来看啊 18号刚刚出炉的业绩 3rd quarter Financial year 21年 该说了 他的Revenue收入YOY 暴增了705.11% 增加了7065万 因为去年只有102万 来到今年是8067万 那么他的PBT 税前利润YOY 也暴增3,079% YOY增加了2,891万 因为去年他是亏钱 去年LBT税前亏损 亏了93万 把来到今年PBT税前利润 是来到2,797万 所以非常夸张 它的PBT增加2,800多万 YOY 所以他说原因 为什么利润暴增 转亏为盈 主要是因为收入暴增 然后今年 他的Admin Selling 跟Distribution 这些Expenses 这些开销 也是降低了下来 然后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我刚才讲 他的Other Income YOY 也是暴增很多上来的 只是他的Other Income 他没有做太多的解释 在那边 种种原因收入暴增 当然他就来了一个 转亏为盈 在那边的 然后10月份 他也出了一个消息 就是Enum 他们跟另外一家公司 GreenTech IoT Technology 要来一起做一个Project 这个Project是6,225万 是一个工程 Construction的Project 他跟这家公司 然后他说 如果这个Project完工之后 Enum 他可以拿到一半的Net Profit OK 50%的一个Net Profit 所以 总的来讲 当然Enum 这样短的时间 一年多 他的股价爆起接近6倍了 我觉得是有一点疯狂 有一点太快 当然 NTA 一块 两毛九 是远远高过他的股价 是有超过他的股价 一些 然后 Net Cash 手上的钱 358万 然后 YOY 连续四个季度 是有进步的 然后 YOY 是来了一个转亏为盈 所以 当然 这家公司在今年 有崛起一些新的Major Shareholder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然后公司又改名字 变成Enum 预示说 它的未来的方向 跟之前筛贸的时代来比 当然是有了一些变化 所以 来临业绩展望 就是 明年2月中 新的业绩 个人觉得 YOY继续进步的可能性还是有 OK 因为如果公司有一些新的方向 那么 如果又搞得不错的话 或许还是会继续进步的 当然 个人的看法 还是 最重要 Disclaimant 四个字就是 买卖支付 OK 这四个字 买卖支付 是最重要的 而我本身 当然 不停做一个 选股服务 James Stockpick 因为每个星期 会出一份 选股的报告 上面用价值投资 基本面的方法 来做选股 所以截至前天 相当多 的选股回酬 还是非常不错的 像Hexstar Global 也起了1分 所以在1块4毛8 他们最近要收购化学的公司 之前我选Hexstar 它的股价 before bonus issue 50.5分 也派了股息 5.6分 这一年 7个多月 也是有380%的回酬 其他公司可能你要等9年 那还有其他选股 这边不说了 你可以line join这个选股 每个星期 你会得到一份这个报告 那上面我用 基本面投资法 这个方法 就是全球 很多大型的 退休基金 保险公司 信托基金公司 很多顶级的 投资家 当中最出名的 是大师巴菲特 他们 那么多年在 股票市场里面 非常成功运用 这个投资的方法 有人称之为 投资正道 然后 这个方法 基本面 我就是会去研究 他的财报 挂开公司的财报 年报 季报 来挑选出各方面 比较强的公司 要强调这不是 短期投机的一个做法 会 至少 buy and hold 一个两年左右的时间 那么两年之后 如果全球疫情 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控制 如果经济全球 能够vshack反弹 如果未来这些公司 赚更多钱的话 那其实你赚钱的机会 是相当高 让你潜在的回酬 也不会低 so 非常欢迎 你可以来 直接的email我 或者whatsapp我 我的email address 跟whatsapp号码 在下面的description 还是你直接 在我的facebook pm我都非常的欢迎 好 今天的视频分享 暂时聊到这边 让你们觉得这个视频 有有用的咨询 记得把它like跟share出去 希望能够让更多人收会 也记得按订阅 打开铃铛 以便能够以最快的速度 来收到新视频的通知 但最后 也要感谢大家 抽出时间 小朋友收看 我们再会 拜拜